我自己所犯的错误 包括涉嫌违法犯罪 是自己 身败名裂 家人 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是我父母 妻子 孩子 蒙羞 让他们失望和痛心 我自己的犯错误 也是我自己 四十年的辛勤努力 刻苦学习 以及的 奋斗的这种心情和汗水 付诸东流 感到无比的痛悔 是我终身的耻辱 也非常的痛悔 在中央巡视组巡视期间 我自己心里也非常的矛盾 我知道自己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也害怕东窗事发以后 会受到眼里的处罚 但在当时呢 我心里呢 非常矛盾 一方面呢 是因为自己 害怕 说出去以后 会受到处罚 但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呢 就觉得自己这些事呢 可能也没什么人知道 侥幸的心里呢 占了上风 现在想想 没有抓住那次机会 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呢 想组织上 坦白的 说清楚 最终呢 犯了一个大错 一步错 步步错 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 侥幸 反而带来了大不幸 接受组织审查之后 在组织的感召下 我完全克服了 长期的恐惧 纠结和侥幸 坚定地选择了 相信组织 依靠组织 坦白交代问题 虽然让自己撕开了 身心最丑陋的那一部分 但也让我自己 从心里里呢 慢慢地轻松下来了 面对我自己的 这些问题 组织不但没有放弃我 嫌弃我 反而给了我 更多的关怀 特别是在中秋节晚上 让我和日夜思念的 年迈多别的老母亲 通了电话 专家子同志 还带来了月饼 和我过度节日 让我无比感动 我衷心感谢组织 对我的教育和挽救 绝不再辜负组织 决心用余生 做一个完全有意义 社会的人 不仅仅是从行为上 更像从思想上 从灵魂上 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我辜负了组织 放弃了我自己的初心 没有把组织赋予我的权利 用在彩票事业的发展 而是当成了自己毛举私利的工具 犯下了不可谣述的错误 彩票系统腐败案件 给民政 给福利彩票 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的影响和损失 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但是在这个其中 我不再没有很好的理性我的职责 维护彩票的利益 维护彩票的形象 成了他们的帮凶 我深深地感觉到 我是民政的罪人 是福利彩票的罪人 是可悲可恨的 我现在特别的痛恨自己 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